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宣布 計劃在投票否決政改方案後辭職 引發變相公投 要香港市民就政改表態 他說這是在繼承雨傘運動 希望凝聚民意 逼港府重啟政改 無不取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表示 自己投身香港民主運動30多年 自95年開始進入立法局至今已20年 但普選仍遙遙無期 他指2010年民主黨接受政改 但中共背信未兌現給港人普選 他強調 為了表達港人對人大 831決定的憤怒 決定在他投票否決政改方案後 辭去立法會議員已職 以補選引發變相公投 何俊仁預料自己會離開議會 但不代表其政治參與的中職 會繼續爭取民主公義、人權自由 他稍後會與泛民政黨及雙血商議 有信心得到支持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